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科技站 就在2025年10月14日 微软正式终止了对Win10的支持 同日,Win11的最新年度版本25H2正式发布 早在9月29号 微软就已经通过官方更新渠道 推送了25H2的预览版 而在14号发布的正式版中 更多的bug被修复 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今天这期影片 我将展示Win11 25H2带来的各种新特性 实用的新功能 最后,我会教大家如何升级至25H2正式版 以及升级后,如果不满意 如何退回原有版本 首先,为帮助小白观众理解 我来快速介绍一下25H2的含义 Windows系统的更新分为功能更新和质量更新 功能更新发布频率较低 主要用于推出一系列的新特性 而质量更新发布频率较高 每月都会更新 用来修补新功能的种种bug 提升服务质量 这里的25H2指的是 微软在25年下半年 为Win11系统推出的功能更新 在较早期的Win10系统中 功能更新一年发布两次 上半年为H1 下半年为H2 从2022年开始 调整为一年一更 通常在下半年发布 因此名称都是年份加H2 这就是25H2名称的由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次年度功能更新中 都包含哪些新功能 首先 最直观的变化是 在设置中的搜索栏位置发生了移动 从原来的左上挪到了顶部 长度也随之扩大 从而容纳更多文字 但是有许多朋友反映 改变之后看起来很不和谐 大家感觉如何呢 其次在新版本中 我们可以更改音量和屏幕亮度调节框的位置 在设置中 点击系统 选择通知 向下找到屏幕指示器的位置 在这里可以选择底部居中 左上角或顶部居中 这项设置可以帮助到有录屏需求的朋友 确保调节框显示的位置 不会和字幕显示重叠 再者 25H2加入了快速计算机恢复功能 当电脑遇到系统问题 出现蓝屏或无法启动时 电脑会自主尝试解决问题 这包括分析系统崩溃日志 与微软云端建立连接 不断尝试推荐的解决方案 最终自动修复系统问题 我们可以在设置中打开这个功能 点击系统 选择恢复 选择快速计算机恢复 将其打开 然后打开继续搜索 将搜索解决方案和重启的周期 设置为推荐值即可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在新版本中 AI功能被进一步强化 现在 我们可以对图片 Excel表格等文件 执行各类AI操作 比如 我们右键点击这张图片 点击这里的AI操作 可以一键删除或模糊背景 还可以擦除对象 我们可以在设置中 选择开启这些AI操作 打开设置 点击应用 选择操作 确保这些项目都已勾选即可 此外 新版本还新增了 对第三方密码管理工具的支持 包括大家常用的One Password 或Bitwarden等工具 我们只需要将它们下载到本地 并打开设置 点击账户 打开通行密钥 点击高级选项 确保我们的第三方 密码管理工具 已被勾选就可以了 这里还有一个 非常实用的功能更新 在右下角任务栏的 时间显示这里 支持额外定义 两个时区的时间 这对于跨时区工作 和生活的朋友 非常友好 我们可以在 设置中的时间和语言这里 点击日期和时间 保证显示系统托盘中的 时间和日期已打开 然后展开它 在这里添加两个 附加的时钟就可以了 最后 微软对设置中的一些设置项 做了调整 首先 在系统这里 开发者选项一栏 更名为高级 其中包含的配置项 排列方式发生了改变 其次 在系统的可选功能这里 原有的添加可选功能 更名为查看或编辑可选功能 再者 在隐私和安全性中 原来的搜索权限 搜索Windows 两个栏目 被合二为一 成为单独的搜索栏目 其中的配置项 没有发生变化 上面展示的 25H2正式版中 出现的新功能 是基于同24H2 内部版本26100.4656 对比得出的 如果想要获取最新的25H2正式版 可以在设置中的Windows更新这里查看 如果看到25H2的更新推送 点击下载并安装即可 由于微软分批次推送更新 一些电脑可能还没有收到25H2的更新推送 可以在等段时间试试看 如果不想等待 也可以选择手动更新至25H2版本 首先访问Win11官方下载页面 向下找到下载Win11磁盘映像 点击这里的方框 选择多版本ISO 然后点击立即下载 这里选择系统语言 注意要和当前系统的语言一致 点击确认 点击64位下载 这时会下载一个7GB左右的 系统镜像文件到本地 下载完成后 我们双击运行它 这时ISO文件会作为一个虚拟的磁盘 挂载到电脑上 我们进入该磁盘 双击运行Setup 点击更改下载更新的方式 然后点击不是现在 来跳过安装时获取更新 从而加快升级速度 点击接受条款 确保勾选的是保留文件设置和应用 然后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这时电脑会重启几次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的电脑就升级为了Win11 25H2 所有的软件和个人数据都会保留 如果更新后发现没有之前的版本好用了 别担心 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回退至之前的版本 首先打开设置 点击Windows更新 点击更新历史记录 向下找到卸载更新 找到25H2的更新 点击卸载即可 注意 如果是通过手动下载磁盘映像的方式 升级到25H2 则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回退 因此还是建议选用第一种方法 等待微软的升级推送 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今天所有的内容已整理为文字版 放在本站博客上 文章链接放在下方描述栏 如果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不妨点赞分享 欢迎订阅第一科技站 不错过更多科技资讯和实用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